哈嘍 今天呢外面下着明明的细雨 我们要邀请的是小热唱姐妹 听说他们两位呢 一位很爱喝酒 一位不胜酒力 所以我今天就要煮一个全酒麻油鸡汤来试试 到底是谁夸大棋子呢 今天的全酒麻油鸡呢 我是参考两个食谱 一个当然是姆士流 另外一个是克里斯珍珠 哦 三个 再一个是主男流 他最后统整了他自己给我的食谱以后 然后成为今天的这一道 我们先从切老姜开始 早上呢我在市场买了老姜 鸡肉 还有高丽菜 以及纯料理米酒 这个红标的纯料理米酒 我自己没有试过这样子的全酒麻油鸡 所以我这次想要来实验看看 到底会不会比较好喝 然后今天呢我还一样再多准备了中药材 我会不会之后就开个中药盆啊 为什么现在每一个鸡汤都有加中药材 枸杞要先泡米酒 然后这是当归 然后还有再准备一点点的红枣 然后让他整个料理呢会比较香甜一点点 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我们就先从边老姜开始 来自你看像这种完全没有标的就是内行人送我的黑麻油 可能这个吃完以后怎么会流鼻子吗 然后用非常低的低温先去煸它 不要用高温喔 因为黑麻油如果高温高温就会苦掉 把它炒一下 把它的血水炒出来 这样蛋骨都还不行 要炒到剩下油 就是煸到它卷起来有点干干干干掉的 对 看现在这边完全都是剩下鸡汁油 就是不会刚刚那个白白的水进去掉 好 好 就是加一点 就是加一点 刚刚煸的 加一点点 剩下我们的酒都在 全酒麻油鸡 好 听说客家人都是这样煮的 先倒一罐 等一下我们换锅的时候再倒一罐 第二罐 好 刚刚的枸杞枸栗 枸杞枸栗 枸杞枸栗 不是枸杞红枣当归 全部一起下来了 没有 很多 此生第一次燒这煮 你 ví,... 冰箱可以嗎 可以喔 好可怕 好帥喔 他有手機喔 記得抽圓機 沒有錯啦 喔對 記得抽圓機不能開喔 對 好香喔 歡迎來到威姊上再吃煮雞湯聊雞湯 今天呢我們歡迎小熱唱的紅汁燕姿 耶 怎麼樣啦 我是燕姿 我是紅汁 大家分得出來嗎 這是燕姿這是紅汁 可以好不好很明顯啊 你看我們髮型王子今天還是剪男髮 我今天還刻意去剪男髮 因為我很怕你認不出來 但是不會啊 你上次不就長這樣 沒有上次後來比較長一點 好失禮喔 女人心機戰開始了 今天呢 說我這次煮的麻油雞湯之前的 要先給兩位大考驗 因為大家都知道你們兩個雙胞胎嘛 對 但是你們也自己就是 自嘲說 雙胞胎沒有心電感應 我不相信 真的啊 我認真不相信 等一下他當然用自嘲兩個字耶 你該不會 我現在還相信雙胞胎有心電感應 我認真相信 你認真相信 就是一個人在某處 然後他在哭的時候 另外一處的人都會相信 我每次聽到這樣的言論的時候 我都會 我都會訪問說 那這樣子我跟我紅色吵架的時候 我其實不是一直痛歐我自己就好了 對耶 我就狂歐我 我就講 我就講 一玉石劇粉 這樣一直狂揍我臉這樣 不是 但是我還是很想要知道 因為你們有說 你們其實有時候默契也是不錯 所以我們今天是來實測給大家看 直接 快問快答 10題 一起講出答案 然後呢 我們有10題 但是如果你們錯了2題的話就要喝 哇塞 10錯了 超級容易 雙胞胎8題應該很簡單吧 這幾題應該不是酒的業配吧 沒有喔 我們謝謝乾嗎 先把酒倒買 真的假的啦 二選一喔 好 二選一 冬天夏天 一二三 冬天 爬山出來 一二三 爬山 等一下 你是認真想要爬山還是你在等我 沒有沒有 爬山 爬山 因為我自己在思考我自己 要以自己為出發點 沒有你們不要懷疑他不想作弊 他是一個很優柔寡斷的人 不是 他想答案要很想 對我真的比較猶豫不絕一點 等一下再猶豫一次就要結合了 我覺得你們兩個 因為這是快要快打耶 沒有問題時間啦 OKOK暖身啦暖身 好囉 再一題 湯麵乾麵一二三 乾麵 捷運計程車一二三 捷運 該不會 但是不是我要喝嗎 欸 欸 我們已經答對了那麼多題了 我覺得 我覺得這兩題很等 再一題應該要喝一下吧 好 因為等一下是第五題嘛 你跟大家五題對的話我來喝 OK OK 狗狗貓咪三二一 貓咪 喝起來啦 喝起來啦 不是 你就喜歡狗 你就喜歡狗 狗 狗 賣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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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說 繼續 樂器歌唱三二一 樂器 恐怖片愛情片三二一 愛情片 今天如果 你一輩子 要變成這樣子 二選一 有口臭 或是一直放屁 三二一 有口臭 YES YES 等一下 你一直放屁 旁邊的人很困擾耶 可是 口臭真的 你又不要講話啊 好 最後兩題 讓你選擇二選一 你一輩子單身或是談戀愛一直分手 三二一 一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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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談戀愛一直分手 一輩子 談戀愛一直分手 談戀愛 飯喔 我想說要先講說真的是一輩子 談戀愛都關手沒有關係 你喝吧 好啦 我喝了 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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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起來 還好啦 他們兩位都沒有吃飯囉 這現在是公布的狀態 再等一下要喝全球麻油雞 好啦 我們歡迎燕之鴻之 好熱情 先來呢 招待兩位我從早上去市場買的所有食材 然後煮了很久的麻油雞泡 期待 好熱情 好熱情 湯咧 湯還在 太香了吧 真的是全球 湯竟然少很多耶 這被那個菜吸進去了 這感覺很濃耶 我是沒事喝我等一下跟你們一起 來吧 我們可以直接吃 真的是 我先喝一口看 我要先喝一口 如果太久的話 沒關係不要喝 我怕你們會覺得不舒服 不行 這都是你的用心 好好喝喔 我覺得很久很好喝 妳是太假的反應了吧 妳是已經準備好了 不是真的很好喝 看一下那種日本梅子節目 就是根本還沒有吞咽到這邊 對 好喝 好好喝喔 好好喝喔 好嗎 我真的喝了 這真的很好吃耶 而且我是早上那個 老薑煸了很久 屁咧 我說這市場的肌肉吧 這市場肌肉不錯 因為吃起來就是沒有冷凍的感覺 不知道 妳防衛心不要那麼重好不好 我們沒有人惡意好嗎 可是這樣子 你們兩個人個性差這麼 因為妳超級果斷的耶 對 妳這麼果斷是因為妳的工作 可能工作嗎 因為個性也比較 因為我覺得就是 妳想的時間就是在浪費時間 就妳不如就選擇然後錯再改 或者說我們可以先做一個決定 延長那個決定的時間 比如說我們先買材料 但是不先煮 不先煮 我們再來決定 之後要煮什麼菜這樣子 是機器人耶 就機器人 對啊 就是妳一定會有一個迴路對不對 妳固定的迴路 所以這時候人家要問妳一個問題 妳要怎麼樣回答 對 這樣子的思考模式在戀愛上 會有一點挫折嗎 戀愛上不管怎麼樣都會挫折 That's right 跟思考模式沒有關係 但是應該是說 這樣子的思考模式在戀愛中 可能會很常遇到同樣的問題 對而且有時候可能會把它戀愛 或經營關係當作是工作 就是說妳不想要犯錯 所以妳就想說 啊妳要累積說怎樣做她不會生氣 怎樣做她不會生氣 或者是她今天在問妳意見的時候 妳就說那妳先給我個簡報 對 就是這樣子的個性可能會在戀愛上 有些地方會吃虧 可是妳會因此而改正自己的這樣子 在戀愛中的這樣子的個性 蛤我不相信人會改 怎麼辦 沒有 妳說妳不相信對方改 妳也不相信自己會改 當然都可以互相努力 就為了妳 我去避開妳不喜歡的話題 或是不喜歡我某個習慣 我覺得習慣可能可以稍微掩飾 可是要我真的一個人要從頭到尾整個改變 我覺得是蠻困難 但如果是那種 譬如說因為妳就是一個比較果斷的人 對 然後講話也就是會比較自信 或是稍微沒有那麼傻交 可是男生又很喜歡雙蒙賣萌 就是她的一些做錯的時候 不要很強烈的指責她 這一點妳是可以 妳可以 妳有位子 妳有做一點的努力嗎 妳可以嗎 還是妳會 如果我男朋友跟我說 就請妳賣萌 的話我就會說我們奔手 蛤 不是因為我長 連賣萌都不願意 所以我 這是妳的底線是不是 我這樣子 然後妳們想看我賣萌嗎 就很不舒服 我覺得妳可以 但是在頻道上面 卻各種裝扮都裝了 然後男朋友說不可以賣萌 沒有我覺得 妳這樣叫男朋友覺得怎麼能夠理解 因為感覺出來 燕織應該是可以撒嬌的 我覺得有慢慢意識到 其實這招真的非常有效 真的假的 從哪裡有經驗來 拜託教一下 因為有時候我也是屬於 就是因為我跟王子 從小就是 很有自己的想法 然後也很獨立什麼的 但是後來發現 妳有時候譬如說稱讚別人 或是稍微示弱這件事情 真的是給她太有效了耶 可是有一些好處 有時候我覺得 應該不是說撒嬌 就是妳講話的音調比較柔軟一點點 或是說我看妳最近很累啊 我沒辦法就放鬆一下 如果不喜歡看妳這樣我們去按摩 或是妳喜歡做什麼事 我們可以去做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其實和平 就是在戀愛關係裡面 有太多要學的事情了 沒錯沒錯 就是不要委屈自己 但如果你覺得自己想要覺得好玩 可以增加你們之間的感情的話 情趣 就像她有時候會cosplay嗎 沒有啦 我們說有些 要犯什麼故事嗎 譬如說我們大家可以穿制服 妳不要踏出旁邊喔 可是你們在美國的時候 兩個是分開的吧 對 在不同程式 但是同一個區間這樣 那時候有用心電感應嗎 那時候有用心電感應嗎 妳說省錢嗎 我有省錢 妳怕費用心電感應嗎 等一下我壞心電感應喔 妳先化掉 直接那個switch那個mode 你們各自在那邊讀書嘛 對但真的會有一種 就是大家 有一個家人在同一個地方的那種感覺 但是妳們在很遠不是嗎 蠻遠 因為就是我在東岸 在波士頓 他在那個芝加哥中間 所以那個時候讀書很苦是在 求學中 她的意思是說 我們是在苦什麼苦 我想要分享 沒有 因為我不讀書 我沒有像你們這麼的有高知識分子 我覺得那時候 讀書苦妳覺得是哪一塊呢 我覺得我跟他又不太一樣 因為他是念工程 我是念行銷 那我覺得我真的會比較遇到的 比較大的挫折 就是說因為行銷 他畢竟是跟人 跟文化 跟語言非常有相關嘛 所以如果你的英文 其實已經比台灣的人好了 但是還是對他們來說是不夠的 你必須要聽得懂是什麼 然後還要能夠有共鳴 然後可以這樣子談笑風聲 而且要維持聊天15分鐘 20分鐘以上 其實是你要去了解他們的文化 這件事情我覺得是非常困難 譬如說美國的朋友 他們就有他們自己共同長大的記憶 譬如說他們自己小時候 都會辦那種Birthday Party 一定會媽媽都會幫小孩子辦 可是台灣人其實 比較沒有這個樣子的習慣 所以他們在聊說 你以前的Birthday Party的主題是什麼時候 我們就說台灣人 乖乖童 對 真的 你會沒有 沒錯 你乖乖童你也只能跟台灣同學聊 所以就會覺得 哇 你要跨越 你要學習更多 你要放下所有台灣人的包裹 那你就交了很多的國外的包裹 男朋友嗎 你是不是想要這樣 我先沒有 第一步先是朋友 那男朋友的話 那你呢 你在國外同學的時候 哭在哪一步 我覺得是不是真的 因為在台灣唸書 就可能比較好運 可能就比較容易 就考到前面的層級 但是那邊又變成再篩一次 然後到那邊研究所 是美國頂尖大學 才會去念研究所的人 就是我們小時候 雖然就會一直覺得 這英文還不錯 大考啊什麼都還OK 可是你去那邊 你是用英文在學一些什麼 量子物理或什麼的 就用中文我就已經不懂了東西 然後就很想哭 然後你又想到 爸媽為了你花這麼多錢 小劇場整個直接展開 然後你就會半夜想說 我為了什麼在這裡 而且你看像他 他有念行銷 他朋友可能都是一些 就是很cool kids 就可能就會打扮自己 然後就去party 比較外顯 對外顯 可是就是我是念材料科學 那些人基本上是不social的 不能說書呆子 可是因為理工的人 本來就比較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裡面 所以就是你如果去參加party 那個氣氛之鬼 你說就是這樣這樣子這樣子 你那個第三題選A 對 你不覺得那一題答案不是A嗎 對然後或者是就是那種 西方宅男喜歡就是那種 火影忍者 你懂嗎然後蠻掛子 蠻掛子會穿那種忍者襪那種 那他們應該會很常就是 因為你是亞洲的女生 然後跟你講這種笑話 可是你根本覺得超好 應該會一直跟你說konichiwa 對他們會一直都說aricato 然後我就想aricato 然後他們用英文槍講日文 然後對我講日文 然後我就說 其實我是台灣人 可是你們打給互相就是哭訴 你們不會想要打回家給爸媽嗎 我覺得是一種子女的心態 就是說遇到這種事情 然後打電話 然後如果跟爸媽講的話 好像他們會覺得 我們在這邊過得不好 他們都真的花那麼多的錢 然後支持我們去那邊念書 好像應該要報喜不報憂那種感覺 所以他們從來不知道 你們在那邊其實是蠻辛苦的嗎 直到這一集嘛 因為他們會看喔 叔叔阿姨 可能真的是很努力這樣過來 那因為我爸媽媽他們自己 以前也是有去留學 所以我覺得他們 他們應該過得比我們更辛苦 因為我們已經是網路時代 對所以我們就是 等於是我就會打電話 跟王子哭訴 他就會打電話 跟我哭訴說 怎麼不然今天 很多東西就是可能 沒有預期的好這樣子 互相這樣 或是我開車就是不小心撞到 欸你撞到了什麼 這有一次公會打給我說 他停車的時候 不小心撞到後面的一台車 Oh my God 而且我媽媽跟大家說 因為我那時候後來 我在播正念書 後來我去LA 那LA是一定要開車的嘛 因為那邊實在是 真的非常需要開車 但我在那邊就是有申請 就是可以開車的駕照 所以我是合法開車的 國際駕照 對 這種會危險 然後因為我開車的時候 那時候 早上都要去實習的公司嘛 那他我就停在路邊 但有一些地方你知道最難的 對新手來說很難是 停在斜坡 而且你是要倒車的 你要往上 往上倒車 倒車進去 哇這個好難喔 你為什麼把自己放在這麼困難的 沒有因為就只有那邊可以停 然後就慢慢停慢慢停的 砰 就撞到 然後撞到的情況之下 我是想說 天啊 我已經開這麼慢了 可是為什麼撞到那個聲音還是這麼大 然後趕快下去 對然後就停完之後 然後下車去看 想說應該只是輕輕的A到吧 因為速度沒有很快 然後一看到後面的車子 整個破銅爛填 然後那個 真的假的 整個那個窗整個裂掉 什麼壞掉 而且你是倒車耶 對我想說 不可能 我不可能撞成這樣 這個車太過分 你當下真的會以為 這個攝影機在哪裡 攝影機出來 然後當下已經很緊張的時候 還有一個就是 就是美國老奶奶經過 她經過她正好募集一切 她就說就是妳 然後對 她就說 I saw it I saw it 然後她相處耶 對錯她相處 因為我在猜 可能美國有一些人會造勢逃逸 我覺得相信 然後妳就立刻答應給她 喂怎麼辦 我覺得我好像被遣送回台灣 後面那車子爛掉了 反正之後妳就是靠保險解決了吧 後來就是他們就安慰我說 妳不要緊張 妳的車子也是租的 然後一定有保險 所以絕對不是妳賠 然後那個車搞不好 他也就是本來就是這樣子 他們就是非常理性的安慰我 是有留我的聯絡方式 就放在那台車上面說 我不小心有就是 我還一直插單字喔 因為我想要用個 金珠 妳知道台灣人有些 有些人會用HIT 不行 HIT 感覺很像酒放你這樣 對 就這樣吧 Touch Touch Soft touch 對對 Sl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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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rry sleep 就這樣小小的這種 想要用這種東西來跟他說 不然已經 輕碰到妳的車子這樣 但是這是我的聯絡方式 希望說妳可以來跟我聯絡 我們來討論後續賠償 從來沒有接到電話 我也蠻好奇想要問妳 就是像我們身邊有一些女生朋友 她看到我跟網紅汁就是 雙胞胎就會覺得 哇雙胞胎感情好好喔 她以後生小孩也想生雙胞胎 就是妳有想過這樣 或是說妳身邊會有朋友 有這樣的衝擊 我想要生小孩 生雙胞胎原因 不是因為他們感情很好 而是我只要生一次 大家都是這樣 大家都是這樣 我覺得生雙胞胎真的超幸運的 怎麼說 我們想聽聽妳的想法 因為妳一次就是餵兩個 然後一次就是教育兩個 然後他們還可以互相陪伴 但是我有很好奇的 因為通常手足都會有一個手足的問題 他們想要爭寵 大的可能一開始只有她自己一個人 然後她非常受到關注 然後曉得出來的時候 她就會瞬間 好像被剝奪父母親的愛 那妳們是同時出來會有這種問題嗎 我覺得我們兩個散發中 一股就是沒有人要 得到爸媽愛 然後把爸爸踢給對方 這會不會是雙胞胎的好處啊 因為妳們有對方啊 妳們不需要可恤父母親的愛 妳不要跟她說我們有來愛自己 因為感覺妳們很獨立 妳們真的不需要爸媽養 就是其實 現在常常好像會有那種 欸 貓要傳訊息給我 牠有傳給你嗎 為什麼牠要一直傳給我 就是 對 我就長大以後就會覺得 為什麼牠都找我 為什麼不找你 那種感覺 應該說是我嗎 牠有時候會預設的立場是 我們會知道彼此現在在哪裡 你看貓 雙胞胎就是有心電感應 就是牠們會覺得說 欸 雙胞胎隨時都 就會知道說對方現在的狀態是什麼 對 所以我媽會問我說 欸 妳吃飯了嗎 那紅支呢 紅支現在在哪裡 什麼之類的 那妳們明明沒有住在一起 我們已經三十歲 現在已經有獨立的生活了媽媽 在這邊我媽說 我們真的不知道對方現在在做什麼 不是 這就是妳剛剛問我的 我們以為生雙胞胎就可以只生一次 只要同一個窗口 我只要問一個 還就同一個窗口 因為畢竟妳會被人家說是姊姊嘛 姊姊一定要 take care 所有事情 一開始 兩個人出狀況 第一個就是找姊姊 對 會嗎 會有莫名的壓力 我從來就是沒有覺得自己是姊姊 我們平常也不會用姊姊妹妹來互稱 因為我們的個性又是這樣子 很獨立 然後講話很自在吧 所以我覺得我們的朋友們 偶爾甚至會忘記我們是雙胞胎 國中同學還會說 欸 妳們為什麼回家同一個方向 就她會以為我們只是好朋友 對 但我覺得好像我今天早上也才跟她在討論 默默的我做了很多衰事 怎麼說 我必須說就是 她真的就是幫助我很多事 我就是一個很初心的人 然後我在新竹念書 大學 然後她是她在台北念書 但我常常會忘記帶東西 因為我每周回台北 然後我在回新竹的時候 就是妳那東西會忘記 妳不會吧台北新竹很遠 妳要叫她送過去喔 好扯 如果我有這個妹妹我只能說 我可以說 我現在想起來什麼 妳很愛她 詠衣 詠衣 她說她上一遊客 她說上一遊客 然後就說 忘記把眼鏡戴下去 因為戴隱形眼鏡下去 我根本要拉拉Move 她就搭新竹客運 然後下來給我詠衣 然後我請她吃一個摩斯漢堡 然後就回去 妳要好好打包 我甚至到現在還沒有吃過新竹的美食 我只有吃過摩斯漢堡 所以這是因為妳覺得妳是姊姊 需要take care of她 我不知道我當時沒有這樣想 但是現在想起來覺得好像我默默的 就是有一些奇妙的付出 然後她也有拯救 有一次我被鎖在舊家的浴室 這值得一講 這個值得一講 我覺得這一定是靈異的現象 就是我不知道那個門是怎麼推不開 它是那種淋浴間的那種 乾脆分離 也是玻璃的 那不就直接推就推開 對 我也是這樣想 可是我現在再也想不起來了 就是比如說如果拉跟推不是正確的方向 所以妳要太用力了 它剛好卡住 然後卡到另外一邊 那個silicon剛好就是卡住 對 然後它就整個推不開 然後我想說怎麼辦 我現在是 我已經腦中幻想過就是消防隊直接進來 然後我一個人裸體在那個玻璃的那個裡面 因為妳鎖門嘛 洗澡會鎖門 所以它要先破掉完全裡面 對 它要先把玻璃打破 然後一個裸女的裡面 然後因為浴室的旁邊就是王彥姿的房間 對 然後我就一直大叫王彥姿 然後她說怎樣啦 我說我被反鎖了 然後她說怎麼可能 我說妳先想辦法拿衣服給我 因為那個浴室就是在靠牆的那個窗 其實是外面有一個小小很小的陽台 只能放盆栽那種寬度而已 然後再接到王彥姿的那個窗台 所以它可以就是挺而走險的 大概就這麼寬而已 就是要這樣子啦 就是要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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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想說我到底要被整到什麼時候 我到底要被整到什麼時候 她叫我拿著衣服 然後走這樣走過去 然後把那衣服給她 然後我穿了衣服以後我也 就是走回她房間 那妳從小到大有一直覺得妳姐在損舊 有啊 我覺得她一直在carry我 那妳有carry過她的一次嗎 有嗎 就沒有耶 有啦有啦 頻道上就蠻carry的啦 因為她就是全職 然後還要很認真在我這邊報我 對耶 我覺得是一種報恩啦 就是真的報恩 那今天如果就是在 現在那個多重宇宙這麼紅嘛 如果在多重宇宙的話 你們一定在不同的星球 你們就再也不是雙胞胎了 然後你們在某一個星球裡面相遇的話 你覺得你們還會變成好朋友嗎 或是你們可能成為什麼樣子的關係 我覺得這件很有趣耶 因為我們其實個性又很合 常常會講什麼都覺得很好笑 但是如果真的遇到像那麼相像的人 如果外表上是不像的 外表不像 對 那可能一開始會覺得 這個人應該會跟我太像會有點生氣吧 會有點難聽 妳們會為人家學我嗎 就這個人他厲害的地方也跟我太相似了吧 所以會變成競爭者 妳應該可以理解這樣的心情 如果真的相似到 就是妳怎麼也就是比不贏他 如果在學生時期的話 會有這種感覺 對阿 我覺得學生時期的話 遇到很像會耶 我覺得男生嘛 如果妳們有可能戀愛嗎 妳是男生應該蠻討厭的 為什麼 為什麼 我想說我應該超帥了吧 水瓶男你可以 水瓶男就是被大家 我不是 因為我們是水瓶座耶 所以如果今天妳們是戀人的話 洪姿妳OK嗎 這是亂倫的問題耶 不是妳們現在在多從宇宙的某一個宇宙裡 我覺得他應該會是還不錯可以一起生活的 因為我跟他一起生活嘛 王洪姿真的是一個非常可靠的生活的 就是一起住的話 就他會 妳說可靠的部分是 就譬如說他 就譬如說他整 信息交水電費 打掃啊 然後就是修繕的東西他也不會拖 他是很能夠持家的人 對所以就是我覺得好像是 他會雇用我去打掃 當管家 好像這方面是還不錯 妳看我的難難驗之呢 我覺得先不管是不是性別 但是我覺得應該是會是好朋友吧 因為就是我覺得頻率很合 好啦今天聊了這麼多其實非常開心 果然一開始灌酒是有效的 是不是 一開始先喝酒玩遊戲 放鬆點心情 其實是對妳們的交友關係是有幫助的 真的 好啦今天很謝謝 很謝謝燕姐很謝謝洪姿 很開心 希望下一次還可以再見到妳們 好的拜託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